剛才聽了各位鄉親的意見 事實上我們也了解 各方的正反意見都有 要去做一個都市家餅乾確實有要整合大多數的意見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首先說明一下我們當時在規劃這三個基地 原來規劃案是比照松山縣、新一縣的獎勵條件去設定 那當然剛才這個陳議員的主任這邊有講到 因為老舊地區的一瓶換一瓶 那麼希望民眾就希望能夠增加容積的獎勵 這個是我想也無可後悔 那剛才綜合各位鄉親的意見 我想我不會一一答覆 但是我可以歸納一下 除了剛才那位公民記者講到 就是那位旅士希望要檢討是不是陳社的問題 那已經回到根本的問題 大概在這邊也沒辦法去進一步的討論 歸納三個意見 第一個是針對北側松台公寓的問題 第二個是容積獎勵希望能夠放寬的 第三個就是地下穿越的 我這個一一來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針對北側松台公寓 其實我們當初畫出的想法是希望促進附近地區的一個都市的更新 配合捷運建設來去做 當然我們出發點絕對是善意的 就是說希望跟這個住戶能夠共存共榮 但是經過實際的去了解發現這裡面有這個產權非常複雜 因為這是私權的爭議 那按照我們聯合開發的一個辦法跟相關的規定 都是跟地主來做聯合開發 那所以今天要去解決這個私權的爭議 四十多年都沒有辦法解決 透過法院的程序也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們不可能無限期的去等待 所以變成說我們就只好退而求其次 那將來這邊產權就能解決的話 他們可以透過都市更新的手段去解決 因為我們這個新一東野也有實成的一個考量 我們如果按照目前的計劃是希望明年下半年就能夠動工 但是都市計劃一直遲遲未定 恐怕這個對我們的這個計劃也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剛才里長也給我們很多的起喜 希望能夠整體我們也是希望 但是事實上這種私權的爭議 恐怕以現階上公權的要求介入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這個也是建議 就我們這個捷運局的立場 也是希望說用最小用地去做一個開發 讓產權比較明確清楚 但是相關的配套條件就是我們剛才簡報裡面提出來的 我們希望能夠提高容積獎金 因為我們剛才設定都是用兩倍為上限去估算的 但是這個510它是不符合老舊都市更新區 所以我們希望它容積獎金能夠適度的放寬 這是第一個我們這邊來說明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不管是R04的南北兩側 或者是R03都期望這個容積獎金增加 就捷運工程建設機關的立場 那當然是希望說增加的越多越好 大家都是雙贏 但是我們也知道都市計畫的容積獎金 必須要考慮到都市環境的容壽率 還有附近的周邊的服務品質不是無限制的增加 所以市府過去這幾個月來都一直在密集的討論 那原來設定是兩倍為上限 但是我們也必須強調老舊公寓的一瓶換一瓶到現在 也只是個位數字的案例 那只是個上限 大家的期望可能是太高了 但是我們這邊來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 剛才簡報裡面也提到 南側我縮小面積的範圍 也只有不到五成的人可以想 可以分到一瓶換一瓶 那當然這個部分怎麼樣去解決 我們跟發展局還在研議 最近可能會開會研商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討論方向 那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跟委員這邊來報告 所以容積獎金的部分 我們建議R04的南側跟R03的基地 因為他們其實基本上目前 就是容積獎金希望能夠增加 然後願意參加開發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看看最後算出來的結果 那麼再來委員會尊報告 那看看民眾的意見 如果民眾真的還是覺得他們 我們因為捷運建設如果是勢在必行的話 那麼走向最小面積的開發的用地範圍 那麼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這個我們這邊做一個報告 那第三點就是地下穿越的部分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地下穿越其實剛才那位先生 其實是過濾了 因為我們的地下穿越 其實從中看到那個線型 確實它不是在直線段 地下穿越是免不了的 那前面兩位先生 在R03、R04前面那張圖 就是在R03、R04之間的那個地下穿越的那塊 其實它只是進到它接過的3到4公尺 那加上我們的這個保護建物的設施 那麼是再加3公尺 所以它剛才看到好像7、8公尺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這個在未來的改建 因為是地下都是16米上 蓋到地下是2層到3層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改建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為了保護建物的設施 就是一個必要 即使不穿越 你連臨近的還是要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 所以這邊說明 那當然地下穿越就是有補償 另外就是容積獎勵 剛才有位先生提到 就是容積獎勵說 這個好像算了 越大的面積獎勵越少 其實我們只是針對穿越的部分 穿越的部分 30%的這個容積獎勵 當然你建築基地越大 你按照比例來算 這個一定是稀釋 可是你絕對的面積還是 參與多好面積 就多好獎勵 這個是很明確的 所以這部分應該沒有爭議才對 那另外剛才那位老先生提到說 這個動我們絕對沒有保密 那就是我們有屠為證 我們也不曉得這位先生 他到底是住在什麼位置 背後他如果想要了解 我們絕對了解他的位置 我們會專門跟他做一個說明 我想這個以上的三點說明 謝謝 那剛剛大概也有成親人提到就是 變更那個圖地使用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對 發案局說明一下 就是其實 剛剛有成親人 不少成親人提到說 就是住三變商三 發案局說明一下 在民國發了四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進行過 全市商業區的 就是叫通版檢討 在那個時候 大概約莫 變更了三百公頃的住宅區 工業區不等為商業區 那內政部的決議呢 就是雖然它變更為這個商業區 但是它的建幣容積還是維持原始用分區建幣容積 最主要是為了地區環境品質的考量 那當然因為 容積的這個穩定度 就從民國七十二年實施容積率之來 容積其實它也是牽涉到社會公平性的問題 所以 我們現在的容積呢 它都是透過 鼓勵的 就是你付出什麼樣子的對價 所以我增加哪些容積 或者是說 如果有建築開發商的需求的話 它可以是用容積移轉 它是去購買容積來做移入 那也 也趁這個機會跟各位委員做一個報告 就是 內政部它在去年 就是因為監察院有糾正 這個內政部的建築 就是認為說 全台灣的這個都市容積的 它缺乏總量的管制 所以內政部呢 也邀請了我們五個之下市 還有各縣市政府來商討 這個容積總量的這個管控 那最後呢 坦白說 五個直轄市政府裡頭 四個直轄市政府都定了 好 就是 最後得到的是 一般的基地呢 法定容積獎勵之後 它的上限是1.2倍 那如果是更新的基地 或者是像 檢院聯開的這樣的基地呢 獎勵後它的上限是1.5倍 那 容積移轉 或者是為了以後 因應增額容積 因為這都是付出 需要付出對價 這個部分呢 在營建署這邊是沒有規定 上限 那這樣子的規定呢 它其實是統一定在台灣省 適應器者 跟其他四都的部分 那台北市這邊呢 其實在作業上 因為也擔心你想到 現有的很多案子這個推動 所以呢我們在上個月呢 已經開始就是也 草案大致上也已經確定了 目前我們台北市的做法呢 就是我們 一樣就是一般的基地 如果它是 我們一樣是 我們一樣是 一般的基地 它如果沒有走更新 沒有走捷運的聯開 它不是高率離子 不是海沙物 那這一種就是1.2倍 那它如果有其他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有更新有捷獎 那它就是1.5倍 那當然還是 然後但是我們台北市又叫 這個其他縣市的這個規定 我們又多定了一個 一個總量上限 就是就算有容積 或者是以後有 因為這個真的容積的這個購買 那我們的總上限是兩倍 可是台北市是另外定了一個總上限兩倍 那至於說海沙物 輻射物或者是原來更新 它就有那個 以建容積高於法定容積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它如果按照現有的法規機制 它算出來兩倍 超過兩倍 可能得到2.1倍或2.22倍 那就是 用它算出來兩倍 只是如果它超過兩倍的話呢 那就不可以再適用容積的這個移入 或者是其他的容積增加 對所以這個是 目前我們所形成的全市性的政策 好謝謝 謝謝 所以這一部分 我想那個幾位陳先生提到 就是 我們要做駐商山 跟董事長是否來做最後的決定 那再由我們對委會這邊來做處理 那我不知道我們各位委員是不是有 什麼意見